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家庭暴力 根据许多研究资料显示 暴力行为是学习而来的 换句话说 上一代暴力相向的习惯 会影响到下一代处理冲突的方式 会使其在建立健康两性关系有所困难 或是过早尝试性关系 发生争执冲突时 应设法冷静处理 如果有一方已先克制不住 另一方应先远离现场 赶快向外求援 不只是我 我们都拥有改写故事的能力 也还有许多故事正在发生 改变故事的前逾正在音乐之间 原子笔为你改写命运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